现在加入我们是国务人主播彭欣宇 我们带您聚焦全球大头条 洛斯外交部宣布将会制裁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其他的高层官员 邀请欣宇进一步说明制裁内容了 好了 陈希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列出来 十三名美国高官被制裁的名单 包含了拜登总统国务卿布林肯 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国安顾问苏利文 还有就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利 以及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还有白宫发言人沙奇 俄罗斯说公开对于美国的反制裁名单 同时强调俄罗斯是不会拒绝维持联系 如果有需要解决黑名单人选问题的话 是可以透过高层联系来进行协助 不过俄罗斯对美国进行制裁 实际效果有待持续观察了 至于欧盟则是又祭出第四轮制裁了 没有错 欧盟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 首先包含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钢铁 以及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 而这一项禁令是完全针对整个俄罗斯 能源产业的投资 会打击到俄罗斯的三家石油巨头 但是欧盟成员是可以继续向俄罗斯企业 来购买石油以及天然气的 那么除了能源产业之外 其实欧盟接下来也会全面的禁止 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系的 俄罗斯军工企业进行交易 特别是对于俄罗斯钢铁进口的禁令 恐怕影响了会市 价值大约有103亿台币 另外就是要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企业 也不能够再对俄罗斯出口任何价值 超过9400台币的奢侈品 其中就包含了珠宝 那么另外超过15万台币的汽车出口 也会被进一步来禁止 因此今天这一部分 待会我们再回头来看 先来看的是全球大头条要关注 战地前线再有记者殉职了 先来看到的是美国福斯新闻的 资深战地摄影记者 扎克塞夫斯基 他是被俄军杀害了 扎克塞夫斯基 他原本是派驻在伦敦 他报道过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的国际新闻 去年底还拿到福斯新闻年度奖的 无名英雄奖 二月的时候才开始到乌克兰工作 那么扎克塞夫斯基 他和搭档霍尔 是一起在基辅的郊外 报道遭到俄罗斯军队 蹂躏了整个情况 结果当场被攻击 扎克塞夫斯基当场死亡 那么搭档霍尔是送医抢救 受伤的霍尔是英国人 他任职的是福斯新闻的国务院记者 现在还在乌克兰的医院治疗当中 另外还有一名福斯新闻的顾问 他是库夫西诺娃 他特别帮助福斯的所有工作人员 在基辅以及周边地区来进行移动 同时他也要负责福斯新闻的 整个讯息接收 还有消息来源的接收 但是呢 他是也是在不幸当中 遇到攻击而丧生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现在宣布 他们一整天当中呢 已经抓获了60名内奸 同时也查获了 大约20名的特工 还有相关组织 另外也逮捕了一名暗自协助这个俄罗斯军队提供WiFi网路连线的俄罗斯骇客 乌克兰的总统军事顾问阿列斯托为其昨天的说法格外令人关注 因为他说俄罗斯的弹禁圆绝即将发生 因此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会在5月的时候结束 而乌克兰的谈判代表也宣布乌俄的第四轮谈判复谈了 而且双方都认为是有所进展的 但是现在不确定的是因为乌克兰一直以来要的是停火和撤兵 这个部分要看俄罗斯的最新回应如何 那么乌克兰东部的工业城市聂伯城 俄罗斯继续的展开轰炸 也使得当地的机场现在受到重创 州长直接说敌军是由两次的攻击造成跑道 直接被摧毁还有航下受损 那么因为机场受到极大的破坏的关系 因此当地就立刻响起了空袭警报 而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总参谋部 他在脸书发布了一段25秒的影片 这当中也有人算出来了 在整个黑夜当中连续至少发射了40发炮弹 发射了升空 而且说这些炮弹都去了该去的地方 现在乌克兰也统计出来 已经歼灭了13500名的俄罗斯士兵 俄罗斯外交部特别声明 俄罗斯已经对华府一票官员实施制裁 而这部分待会我们再回头来看 先来看今天无恶战事的整理报道 才刚从家里被救出来的红衣妇女赶快再站起来 急忙躲避另一次的俄军空袭 东北部边境大臣哈尔科夫 光是在十四号一天之内 就被俄军攻击高达六十五次 全是超过六百栋民宅大楼彻底被摧毁 俄罗斯持续从空中猛攻 中国媒体报道 乌克兰十五号甚至发出全国性的空袭警报 除了哈尔科夫 首都基辅更是俄军瞄准的主要目标 前一天才放话要炸掉乌克兰军工厂的俄罗斯军 隔一天立刻动手 暴富性轰炸基辅的军武生产厂 基辅面临危险时刻 十四号深夜开始市区频频传出爆炸声响 住宅区也屡屡遭到炮击 冒出浓密大火 当地媒体报道 俄军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锁定基辅展开猛烈攻势 当局已经宣布 从十五号晚间八点开始 连续实施三十五小时的宵禁 民众只有前往防空避难所才能外出 首都之战俄罗斯军久攻不下 两军激战已久的亚素海港督马里乌波尔 也传出俄军战时被击退 但在南部黑海城市战线 乌克兰军却是节节败退 美国官员警告 俄军可能以赫尔松为跳板 向西推进 一一攻下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等附近的战略城市 但乌克兰民众不愿意坐以待逼 赫尔松的老太太对着持枪的俄军气愤大骂 乌尔开战至今超过二十天 乌克兰军民联手抵抗 重挫俄罗斯进攻的速度 国际社会的支持更是不可或缺 波兰捷克与斯洛维尼亚三位总理 十五号搭火车抵达被围困的首都访问 泽伦斯基 这也是普京挥军入侵以来 第一次有外国领导人访问基辅 身体力行挺无抗恶 经新闻 乌洛云带又任报道 刚刚提到俄罗斯外交部的特别声明 俄罗斯已经对华府一票官员实施制裁 基于对等原则 俄罗斯的反制裁名单 包含了美国总统拜登 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还有就是参谋首长 联席会议主席秘利 美国直接回呛俄罗斯 这么做其实是没有用的 来看白宫的最新说法 那么现在北约峰会也预计在24号 在布鲁塞尔召开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确定了 下个星期会亲自到欧洲来出席 那么这会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拜登第一次到欧洲 与盟国领袖会商情势 拜登同时也会出席 欧盟理事会的峰会 包含了向俄罗斯来施加 新的经济制裁 那么美国现在包含了 副总统贺锦丽 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白宫顾问苏利文 都已经先后到过欧洲来进行协商 国防部长奥斯丁 现在也在欧洲正准备要出发 前往出席北约的防长会议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 乌俄战事从地面站到空袭 会拉到太空吗 接下来我们会来看 先来听听拜登 今天早上在白宫的最新谈话 拜登在这一段的谈话当中 他有特别说是普京逼着他 还有美国一起团结起来 一起对抗 那么乌俄战事从地面站到空袭 现在说会拉到太空吗 美国太空总署NASA声称 乌克兰战争是不会影响到 国际太空战的应运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说因为先前俄罗斯威胁要把美国太空人 泛德海给遗弃在太空里头来报复美国的制裁 现在美国太空总署肯定的说 泛德海和组员这个月底将会乘坐俄罗斯的太空船返回地球 而这一场战事其实让很多人都站出来了 即使乌克兰在战时征兵的情况之下 要全民皆兵 但是我们要看乌克兰四大导演之一 瓦伦廷瓦夏诺维奇 他在威尼斯还有多伦多以及汉堡东京影展 都曾经有获奖过 也登过台北的金马影展 那么瓦夏诺维奇和其他人一样 他们身上都有一把枪 同时在俄罗斯发动特别行动入侵乌克兰之前 他们就已经接受过紧急训练的 可是现在瓦夏诺维奇 他说他要放下枪支换拿摄影机 让外界看一看 在电影里头才会看到的 不一样的乌克兰战火区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从乌克兰逃离出来的难民 不断地增加 现在联合国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三百万人了 到底要怎么办才能帮助这些人呢 来看这一则整理报道 带着天真无邪的眼神 似乎没理解战火无情摧残 本该幸福的孩子 却无辜被战争夺取童年 乌尔战争爆发以来 不少乌克兰民众被迫席加带券逃离家园 根据联合国十五号最新统计 乌克兰南民人数已经超过三百万 三百万难民中有大约一百四十万儿童 相当于占了总数将近一半 联合国指出甚至几乎每一秒 就有一名无辜儿童沦为难民 让各界开始呼吁支持原道救援 法国总统马克宏不只亲自探访难民接待中心 安慰崩溃难民母亲 也松口将接待至少十万名难民 离一头欧盟也为孩童祭出努力 挥舞乌克兰国旗 儿童们欢唱和平歌曲 意大利学校收容被迫离乡的乌克兰学童 希望战争期间也能让孩童快乐成长 因为战火冲突下 儿童最容易被忽略 面临家人分离暴力甚至性剥削风险 如今外界又行动提供帮助 结缓儿童难民增加速度和规模 避免更多悲剧再发生 近新闻高玉婷朱家林报道 因为难民当中有一半以上 现在都逃往了波兰 让波兰没有办法再承受 因此现在各国才要想方设法 以上是群就大头条 时间叫还主播